叙利亚反对派活动人士宣布成立一个委员会 以代表反对总统阿萨德的联合阵线 与此同时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采取国际行动 反对叙利亚的血腥镇压 为纪念叙利亚反对派起义六个月 反对派成员星期四聚集在伊斯坦布尔 他们说这个委员会由140名成员组成 其中一半居住在叙利亚 美国对此表示支持 但同时指出委员会面临许多挑战 因此协调工作十分重要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责叙利亚领导人 不断升级的暴力手段和镇压 并无视外界要求停止国家支持的暴力活动的呼吁 在谈到阿萨德违背改革承诺时 潘基文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潘基文讲话的同时 有关暴力活动的报道 继续从被叙利亚严密封锁的边境披露出来 美国呼吁在叙利亚的美国人立即离开那里 美国已经在今年8月发出过警告 在那以后 美国增加了对叙利亚政府的制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